從去年十一月七號開始 臺灣是開放了港澳籍人士 可以用團體的方式來臺觀光 而陸委會宣布二十號開始 開放港澳人士的自由行 觀光局就表示 過去因為港澳旅客來臺 自由行的樣態就佔據了九成以上 所以預估在開放之後 旅客可以趕快地回流 近期會加速對外的行銷 不過有東臺灣的觀光業者 是呼籲政府了 應該是要強化東部交通 才有機會提升東部的旅遊潮 師傅熟練的將新鮮的海鮮淋上粉漿 再打上蛋花 香噴噴的鵝仔煎 是港澳旅客最喜愛的 臺灣小吃之一 位在台北市的西門町雙圈 過去也是港澳自由行旅遊熱點 撐過了疫情兩年多 聽到港澳自由行終於解禁 店家的心情很複雜 我們也是很期待 可是有報告的話 是不敢說很大的希望 疫情之前港澳客是來臺主要客源之一 以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份為例 當月來臺日本旅客二十二萬多人 港澳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人 還比韓國旅客多 東臺灣旅遊業者不會言 地方當然非常歡迎港澳客回歸 不過也會期待在對岸疫情穩定之後 有消費力更強的陸客回流 受疫情影響 東臺灣觀光業兩年多來都只能靠春節等國旅逛季支撐 像是花蓮縣的不少店家都已經掛起了招租看板 在地都很期待 疫情後再度迎來旅客 也希望政府規劃更完善的運輸接駁網絡 讓旅客更有意願前來旅行 記者綜合報導